酒驾铃容忍,没想到这回还是警察知法犯法酒驾 这个月7号晚间,一名秋姓国道远景跟朋友聚餐喝酒 看图衣食方便就骑车回家 当时他骑车不稳,刚好被巡逻远景盯上,拦下领检 过程中一度还想催油门加速落跑 还造成一名远景脚步受到的擦挫伤 被带之后发现这名国道远景的酒侧值高达0.82 再加上他还是一名酒驾累贩 现在犯下了重大过错,也被计两大过免值 黑衣骑士被拦在路旁接受拦检 但下一秒进催起油门想落跑 警方立刻上前阻止,一人抓住机车龙头 一人拉住机车车尾,成功拦住 骑士会畏罪想落跑 因为他的身份其实是一名国道警察 骑士有方骑到这个路口被警方拦下的途中 他还一度想跑,事后发现他的酒侧值高达0.82 事情发生在7号晚间 当时这名秋姓远景搭捷运到台北市大安区 和朋友餐去喝酒 喝完酒后,晚上11点左右搭火车抵达汐止 即使住家距离车站走路至要3分钟 但他贪图一时方便,选择骑车 没想到遇到巡逻远景 逃跑过程中,让一名巡逻远景脚步擦措伤 秋姓远景因为紧张 所以想要驾车离去 经这个细子分局的派出所的远景 拦阻之后,导致这个细子分局的远景脚步受伤 其实这名远景是酒驾惯犯 去年年初就因为酒驾被寄过,调到细子分队 如今再犯,被寄两大过免职 警方知识法犯法,下场就是丢了工作 介绍我们的林焦贤,新北市采访报道